各位书类大家好 我们继续联写赵门虎吃必复 这是领万青之茅然这个领日 我们先把它先走一下 点下来 然后这一个分 调整过来 接上这一个横 然后再写这一竖 这竖息好以后再写这一个横 过来 那么我们看其实 像这一种 我把它放大了 这一种转笔我们把它放大了 它自然的有一个角出来 你看到没有 这个我们这一个 笔分把它调整过来以后 它自然的会有这个角出来 这个赵门虎它这里也有一个角出来 大家看到没有 这是放的最大了 所以说这种用笔 它不是这个用笔 过来 它就是这样子下去以后 笔分是本来是朝这边的 然后我们把它按下去 笔分朝这边了 然后我们这里 一个往里的动作 它笔分就朝这边了 那这个头就是在 这个笔分由这一个方向 转到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转到这个方向的过程当中 它这个头 由这一个转到这个 这个刚好就有一个 都出来的这样子一个形状 那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 那我把它再淋写一遍 我们看一下 点下去跳起来 然后把它跳起来 然后把它跳起来 这个横 竖 接触 下来 这里一个 这里一个过来以后 一个动作 就是把这个头 以这里为原型 以这个地方为原型 这个笔头从这个方向 转到这个方向 然后又转到这个方向 在这个方向转的过程当中 这里会多出来一块东西 压住以后 压住 然后再过来 跳过来以后 然后这个 一笔 把它写过来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写法 我们要注意 这个用笔的过程 有的 它这个多出来的这一块 它这个不是 特意的描写出来 它其实是这个笔分 调整过程当中 它只是 就是转笔 或者调分 等等动作 这形成的 好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树 这个腕子 这个腕子里有点难写 这个树 横 横 然后这一个树 把它写下来 然后我们再来 这个树 它是间分路指的 然后我们这个横 把它写过来 压住以后 往里走了 我们这个笔 压住以后 就往里走了 好 然后这一个横 然后在这里写一树 其实呢 这个树 我建议大家 你尽量靠里 不要靠外 很多这个树 有写不好这个腕子 它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这个树写的太靠外面了 造成这个里面很大 所以说这个树 如果你写不好这个腕子 你会发现 第一个字写出来 如果感觉形状有点不对 你首先要怀疑 这个树是不是写的太外面了 你往里面靠一点 往右边靠一点 那个这个形状会好看一些 好 我们过来 在这里把笔 这个压住以后 又把它这个调分调过来了 我们又可以勾上去了 那再一树 一笔 因为我这个再强调一笔 因为它这个形书 它是属于小形书 它这个用笔过程 不像写那个大字 写这个用笔过程那么复杂 一定要调分啊 什么东西 它很多 它是 因为它这个写小 写小形书 它这个笔头压的不是很低 所以很多这个用笔动作 靠这个毛笔的自然弹性 都就可以做出来了 但我们不必要去过多的动作 才遇进去 好 我再把它写一遍 下来 过去 压住就过来了 横 横 然后这个竖 写过来 它压住了就过来了 然后这个勾起 这个 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写法 动作不要太多 你一个笔画的形状 你要通过好几个动作来完成 那么你可能要怀疑你的用笔了 是不是动作太多了 好 我们来看这个青字 这个青字 这个右边 这个叶子 这个叶痕 靠这不左边 这个是 以我的理解 这个基本上是属于赵孟福 他自己特有的这样子一种造型 我们一般的 我们自己 如果写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 如果按我写的话 我肯定是这样子写的 对吧 你这样子写的很正 对吧 很正 那赵孟福 你他这个 把这个笔画 你他写成这个形状了 然后你把这个 拉出来了 那么里面这个空白 你增加了 这样子 树密对比呢 就形成了 而且你 这个叶子呢 他这个叶子 它是这样子的 这个头啊往左边来 下面这个被子 靠右边来 这样的这个造型啊 他有点奇 这个造型就比较奇 就比较有趣 我们这个书法 很多为什么 我们这个书法 你去看 这是好的书法家 他这个字都是不正的 他就是为了追求 这种奇趣啊 这个 这是也是 这书法 过去是 文能的一种 他是 他有空的时候 可以玩的 那么一种东西 他就 既然玩了 他就要有有趣 不有趣的 太平正了 就不好玩了 就大概就这个意思啊 好 我们把它写一下 这个笔画 把它写成片 然后这个竖 竖过来 好 这个一体把它提起 这个横是这样子就上 折笔下来 这个横 竖 一个横 两个横 借过来 撇平一点 小一点 这个重量都放 都往右下压过去 是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姿态 就像 这个就像 就像一个人在 打太极的一样的 就是这种感觉 好 这个姿质 没什么可讲的 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我们直接把它 顶一遍就可以了 过来 他这个比 压得比较粗 那么他这个姿质 他笔画 在这种地方 他笔画 它还是比较柔的 它不是很方 他有的时候 他这个会很方 对吧 会很方 但他这里 就是比较圆的 好 我们来看这个蟒字 写竖 写下来 这个一横 横 写好 好 然后我们这一个点 两个点下去 跳起来 横 过来以后 竖 横 把它这个竖起来 这样子一个写法 整体来说 它这个结构 还是比较平正的 那么我们要注意 这个笔画的 这种呼应关系 在用笔过程当中 这种跳跃的感觉 它这个 蟒 蓝 我们看这个蓝字 它这个字都是 这个笔是 我们是蟒蓝 这两个字 我们写一下 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 它这个动作的区别 这个蟒字 它是这样子写的 下来 它这个动作 用笔的动作 它还是有跳跃性的 有任何跳跃性的 那这个 在写这个蓝字的时候 它这个把笔压住了 把笔压住了 把笔压住了 来写 所以这写这两个字的时候 我们又要有两种 不同的感觉 我把这个蓝字呢 我们再写一下 这个蓝字其实是 学过圣教书的 所有就知道 这个蓝字 圣教旭 它就是这样子写的 那么赵门福 我上一期视频里面也讲了 赵门福 它这个功底 主要是来自 圣教旭 结构的基础 来自于 圣教旭 字的气息 来自于 文符 一些流畅性的 一种 灵动性的 有的时候 甚至有点 古异的这种草书 这个味道 来自于17天 它这个主要是 来自于 这三个方面 当然它这个楷书 还受到这个 李庸的影响 我们把这个 下来 它这个笔 它这个都是 自然的书写状态 下去 下来 压一下以后就过来了 是这样子的一个写法 它就是动作 它写在这个时候 动作 它都是毛笔 就顺势的 顺势的来了 它这个笔画的 有的时候 它这个笔画的 粗细变化 是随着这个 封面的调整 产生的 这个粗细变化 它不一定是 有提案产生的 这样子一个书 这个粗细变化